小禮物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華人健康大直播 我是營養師怡萱 我是營養師小童 Hi 那在進入我們今天主題之前 要先跟大家說一個好康 那今天呢 你只要把我們現在這個直播 在FB上 就是轉發出去 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會送你一個小贈品 小禮物 小禮物就是一個像手機的指環支架 就是面在手機背後那個東西 沒錯 那你只要把這個直播分享出去 我們就會送出一個贈品 所以你們不要猶豫了 快點分享 而且今天小禮物超多 幾乎人人又這樣喔 對 不要那麼吝嗇 快點 趕快點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看有多少人進來了 這個時間大家應該還沒睡吧 要看我們直播的話 對啊 對就是 忍一忍 應該很多人都開始在滑手機了吧 就是滑下去 看直播 沒錯 那今天講的東西就跟這個很有關係囉 就是像很多人都是低投足嘛 手機病也很重 你可能早上起床就會想要 從點開鬧鐘開始 就一直滑一直滑 搭監運也滑 然後走到辦公室之後 就會開始盯著電腦一整天啊 所以其實台灣人近視人口其實真的蠻多的 沒錯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透過飲食啊 營養素的補充 或者一些像比較簡單的眼部按摩 或者選擇一個比較適合您自己的鏡片啊 其實是在眼睛保健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對啊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非常的實用 那就是上班族眼睛太超啦 營養師來教你護眼小秘方 沒錯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個問題 下班前覺得眼睛好痠 就要繼續看下去喔 然後分享出去就可以拿小禮物 還有小禮物拿喔 對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三個 就是跟眼睛危機比較相關的一些問題嘛 那其實像常常用眼過度的上班族啊 一定要看到最後 相信我 絕對對另外也有幫助 我好嚴肅跟大家說 要相信我 放輕鬆 放輕鬆 我們放輕鬆聽喔 不要緊張 好 那我們第一個危機呢 就是不滑手機渾身不對勁 其實這個時候最要注意的就是 藍光傷害 對 藍光就在你身邊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人會有那種壞習慣 就是就算沒事他躺著 就睡覺前就會先躺在床上 先滑一下手機 結果滑著滑著 就不小心滑了兩三個小時 對啊 有時候我睡覺前就很喜歡看美食 你們不要想要老 我覺得應該有 甜點啊 生意的食物啊 然後就是肚子好餓 不行要睡覺這樣子 沒錯沒錯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像這些3C產品 不管是我們手機嘛 電腦啊 平板這種 它其實發散出來的藍光呢 其實會造成我們眼睛提早退化 提早退化 沒錯 那其實我們人體眼睛 可以看見的可見光當中 像藍電子的光 它其實眼部的傳透力是非常強的 那如果我們長期在接觸這種光線之後呢 其實就是會對我們的眼部的視網膜細胞啊 或者是水晶體其實會造成傷害 那光線到底會對眼睛造成什麼眼部疾病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有準備可愛的小手卡給大家看 對啊 那就是光線要如何傷害雙眼呢 第一個就是白內障 白內障 不好意思喔 馬來西亞人可能 就咬著不清 我們現在都用馬來西亞人來講這個 對 好白內障 那白內障其實就是我們水晶體會比較混濁 看起來比較白白的那個 對 那就是接下來還會有角膜炎 然後跟黃斑部病變 黃斑部病變 沒錯 這三個是我們比較常見的炎部疾病 對 大家要記起來這個非常重要 對啊 所以大家要預防這些疾病 如果想要對 如果想要避開這個藍光危害的話 我們該怎麼做呢 怎麼做咧 怎麼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們交給余璇來教大家 有人提到像我們的嚴育方同學 他就說藍光眼鏡有沒有用 剛好就是這個 沒錯 其實有些人啊 像我們上面 我看到也有人說他眼睛有業障 這個時候可能 眼睛有業障 如果說你是比如說 常常盯著電腦螢幕的工程師啊 或者是一天可能要看電腦 看12個小時的上班族啊 那可能可以大家適時的可以挑選 就是可以佩戴一些抗藍光的鏡片 那其實抗藍光的鏡片市面上有很多 那也不知道怎麼挑選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到一些眼科診所啊 或者是大部分的像眼鏡行 他們都會有儀器可以幫你去檢測 看你的鏡片的抗藍光率有多少 那這個時候就不用太擔心 對啊 那除了靠這種組隔物理性的組隔以外呢 我們營養師最喜歡說的就是告訴你怎麼吃 有沒有看到一整桌 一整桌的食物 我們就準備很多食材讓大家看 對 這些食材呢 都可以幫助你保護你的眼睛喔 夠眼睛 那剛剛宜萱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要帶眼睛來保護眼睛嘛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最擅長的 就是怎麼靠飲食來補充一些營養素來保護眼睛 那我們今天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們有歸納出 可能看起來覺得很多 大家請繼續要看下去 我先跟大家講個大概 那我們有統整出來有六個營養素 就是從葉黃素 Omega 3 維生素A 抗氧化劑 新跟C 這樣子這六個 那我們今天都會圍繞這六個來跟大家講 對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說葉黃素好了 其實葉黃素它跟 就是那個玉米黃素呢 他們可以共同合作 然後他們就是可以把 就是在那個飾網膜的形成一個防護罩 對 我真的想我是不是要一直拿著 大家才可以注意看 還是我們能不能拿也可以 好 好那我打斷了 我要繼續講 好就是葉黃素跟玉米黃素呢 他們會在我們的飾網膜 形成一個像防護罩嘛 然後幫忙過濾那個藍光 然後減少那個藍光對我們眼睛的傷害 其實這樣子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們的抗氧化能力很強 對 他們可以消除我們眼部的一些自由基啊 然後減少我們細胞被氧化傷害 其實這個對於就是 不管是黃板部病變或者是白內障 其實都有就是很棒的 很大的幫助 對 像大家要記住抗氧化這一點 因為接下來也有很多食材 它的功效也就是在抗氧化 減少自由基這一塊 那剛剛講到葉黃素 玉米黃素 大家知道有什麼東西 富含葉黃素跟玉米黃素嗎 有沒有 大家知道嗎 有嗎 大家有說嗎 我看到有一個蔡依文同學 他說南瓜好大一顆 你是在回答我的問題嗎 那大家應該有看桌上 我們有準備了很多食材 對啊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一一來說 有什麼有看到 我們宋阿美同學說 黃色食物都很顧吧 顧吧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黃色的食物 因為從小媽媽可能就會說 吃胡蘿蔔可以顧眼睛啊 那其實疊破你的眼鏡是 深綠色的蔬菜有時候 它的葉黃素 玉米黃素的含量還比較高 像這邊看到這個 這個是地瓜葉 它的葉黃素 玉米黃素含量其實就滿高的 但另外一個比它更厲害的是菠菜 但是我們沒有買到菠菜 可能因為前幾天雨太大了 所以其實我們到 對 前幾天下雨真的太誇張了 真的很大 就是到超市都買不太到蔬菜 幾乎沒什麼東西可以買 所以如果你買到菠菜的話 可以吃菠菜 那買到地瓜葉的話 也可以吃地瓜葉 那另外像是豌豆啊 或者是雞蛋 雞蛋其實也是不錯的 葉黃素玉米黃素來源 然後還有像這個很大顆的南瓜 其實它也是不錯的 葉黃素玉米黃素來源喔 對 然後 這樣它真的滿大顆的 我也覺得它這個 而且它很重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對 有人說蛋黃沒錯 那我看看喔 接下來我們剛剛講到葉黃素嘛 那下一個就是Omega3 來 這個要交給你們 還是我放旁邊就好了 嗯 對 這裡綁吧 喔 我幫你拿 好 來 那接下來就是講到Omega3 像很多人講到Omega3啊 DHA 可能就會想到 欸 這不是固奶帶用的嗎 那其實它也是對於保護眼睛 有很大的重要性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DHA啊 它對於眼睛是我們裡面的感光細胞 有很好的保護 還有促進它生長 增生的作用 那通常我們講到DHA 你會不會想到它的好兄弟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看看有沒有人說 這個應該大家很常聽見 對啊 說DHA還有一個 對 還沒有看到有人有答對喔 應該 應該 可能要等一下 對啊 那不然你要猜一下 好啊 那就沒辦法回答 這樣有點作弊啦 但是 沒關係我告訴大家 DHA的好朋友 就是EPA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講 欸 你幹嘛自己回答 你不是要給我講啊 他都不讓我回答啊 唉唷 唉唷 但是因為它今天不是重點 重點是DHA 它真的不是重點 因為像我們的視網膜 有一個視網膜的血管啊 然後它跟一般的血管之間有一個叫做 血液視網膜障壁 那它就像一個擋在我們視網膜血管的牆壁一樣 那只有DHA可以穿過去 那EPA過不去 所以呢只有DHA它對於我們的黃斑部啊 感光細胞是比較重要的 對啊它可以維持我們的視覺 然後讓你的物體在你的腦袋 就是顯示的比較清晰 那我們的DHA有哪些食物咧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很常聽見 其實每次講Omega 3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跟深海魚類就很有關 因為大家就會說魚有嘛 那其實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像 鮭魚啊 鮪魚啊 秋刀魚啊 青魚這種 其實都是還不錯的選擇 像我本身其實就很喜歡吃鮭魚跟鮪魚 我也超喜歡鮭魚的 超好吃 鮭魚子也很喜歡 講到吃你看我們就兩個笑得跟花一樣 好 那如果本身不太愛吃魚的話 你還是可以從像一些堅果像核桃啊 或者像是芥花油這種植物油來 來攝取這個Omega 3 好 你補充一下 我剛好看到有一個劉乃華同學 他說很容易眼睛乾 怎麼乾乾 就剛好我剛剛原本想要補充一個Omega 3的東西 就是說文獻中有指出說 如果像一般我們常常待在冷氣房裡面 或者是用電腦用很久啊 我們不是會容易就是眨眼的次數變少 容易眼睛乾乾的 像台灣乾眼症的人其實也不少 蠻多的 像我身邊有管多人 像辦公室裡的同事也都會有乾眼症的症狀 那這個研究就是說 如果你長期補充適度的攝取Omega 3的話 其實也可以改善你乾眼的症狀 對 它還是有幫助 讓你的眼淚分泌比較多 然後我看到一個叫Alan Yu的朋友 網友 他說我眼睛疲勞的時候都會吃夜黃素 這樣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那我必須說 夜黃素它其實具有就是我們過濾藍光 然後還有提高我們就是視覺的敏銳度 或者抗有抗發炎的功效 那其實應該說它其實是我們視網膜 跟水晶體的一種養分 但是你要說它能不能控制近視啊 或者是改善眼部的疲勞啊 乾澀啊或者是老花的問題的話 其實它不算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總的來說 夜黃素它是有益於眼睛的健康 但是它並非是解決眼睛問題的萬靈藥 就是每個人都會以為說眼睛有問題 就是說我都吃夜黃素都吃夜黃素這樣 但其實它們不是藥 就是食物並非藥 它主要還是做預防 就保健 對 跟經常保健 對 沒錯 所以大家還是要有這個觀念喔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不錯 好 我們來拍賣最後的節目 最後再跟大家說是多少好不好 我們先開個底價好了 開底價喔 小編怎麼說 要不要 要不要 競標南瓜 所以小編競標南瓜嗎 幹 因為南瓜要拿來送好了喔 南瓜都還送 會有人要 我們抽一個粉絲送南瓜喔 真的嗎 不要那個粉絲說 欸我怎麼那麼衰 我們南瓜媽媽怎麼說 南瓜媽媽說OK嗎 好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看他們討論一個結果出來 我再跟大家說可不可以送南瓜 沒錯 來看看有人說什麼 我看到演藝方說 我想要那個鮭魚 你想吃鮭魚嗎 跟我一樣愛吃鮭魚 不錯不錯 這樣很好 可以補充到Omega 3 對 那接下來 剛剛講到葉黃素 跟Omega 3 那第三個 對 好 來 我們來說 我們第三個要講的就是 維生素A 其實很多人應該都知道 維生素A跟眼睛其實有很大的關聯性吧 那是因為維生素A 它是構成我們飾脂質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它不只是可以就是可以維持我們正常的視覺啊 然後或者是我們多補充一些植物性的比較多 那種Beta胡蘿蔔素的食物 為什麼我會說Beta胡蘿蔔素呢 那是因為Beta胡蘿蔔素它其實是Vitamin A的前行值 那個應該叫前行值吧 對 對 前行值 那它其實在我們體內呢 有大約是六分之一會轉變成維生素A 其實補充它 不可以說它 補充Beta胡蘿蔔素呢 其實也一樣可以攝取到維生素A 對 就是它會變成維生素A對不對 沒錯 Beta胡蘿蔔素它本身也有抗氧化的能力 所以它其實對於眼睛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只是需要提醒大家一點 因為像我們平常在吃如果維生素A 或者Beta胡蘿蔔素的食物的時候 其實要搭配油脂一起吃 那是因為這兩者它算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那搭配會溶解在油脂裡面 所以很建議大家再用來入菜啊 或者是在飯後吃其實效果會更好 對 那我們飲食上有什麼東西是維生素A的呢 嗯 我看看 你說 像維生素A其實我們今天比較沒有買到 可是維生素A像是魚肝油啊 大家應該蠻常聽到吧 有些媽媽可能會買那種膠囊 魚肝油的膠囊 那個也是不錯的維生素A來源 然後還有動物的肝臟啊 或者是蛋黃 都是很好的食物來源 那另外像剛剛小松有說 那個Beta胡蘿蔔素嘛 像是前面看到這個深綠色的蔬菜 或是深黃色的 你又Q到南瓜了嗎 人家好忙喔 就很想看到它 深綠色或深黃色的蔬菜 都是不錯的Beta胡蘿蔔素來源喔 沒錯 但是有一個小小點大家要注意就是 像因為前面有提到葉黃素嘛 就是很多護鹽會吃葉黃素 那但是高濃度的葉黃素呢 跟高濃度的Beta胡蘿蔔素 他們可能會互相影響 就是會影響你的消化吸收率 所以就是注意說 你不要兩者同事都吃太多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般 比如說我想吃一些菠菜加蛋加胡蘿蔔的話 這其實都是OK的 不用太擔心 主要就是經過油烹調 然後或者是把它切碎啊 打成汁來增加一些消化吸收率都不錯 OK嗎 我看到一個叫周美珠的 他問說很多乾眼的患者 是不是都是因為看手機而引起 那就要多吃葉黃素是嗎 還有一個剛剛也有問到說 是不是乾眼症的那個 那我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應該是說因為你看手機很常會 有點像忘記眨眼睛 你覺得是盯著 太專注了 或是盯著電腦就這樣 沒錯 你們可能自己沒有發現 但其實真的會 就是盯著太久 然後忘了眨眼睛 所以其實類腺分泌 類腺分泌 對也會變得比較少 那你剛剛問說 是不是要多吃葉黃素嗎 其實如果對於乾眼症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可以像補充維生素A 因為維生素A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維持 我們類腺分泌的正常 然後或者有助於平衡我們類腺分泌 那其實如果我們維生素A缺乏的話 會導致我們那個類腺的上皮組織 角質化 然後就會變成我們類腺分泌量就會變少 那角質跟結膜就會變得很乾乾的 乾乾的 對 所以你們才會覺得是乾眼 就會有乾眼症 那維生素A的食物 剛剛大家應該也知道吧 我們剛剛有講的是 神綠色 神黃色 還有魚乾油 魚乾臟 這種都可以補充的 那除了這個呢 剛剛其實儀萱他有提到Omega3 對 因為其實有研究有指出說 其實只要給那個乾眼症的患者 對 如果有補充Omega3的話 其實是他在會有一個明顯提高 那個乾眼症患者的那個 眼淚分泌量 對 還有頻率 分泌的頻率 對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Omega3它也有抗發炎的作用 對 所以大家都補充的話 其實也有預防發炎的一個功效 好 這個問題很很不錯 對啊 原來眨眼睛會忘記 其實很多人沒有眨都不自覺 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烏米問說 小編的眼睛看起來很明亮 都吃什麼顧眼睛呢 小編你都吃什麼 小編你要自己回答嗎 其實我 我都用公司的夜皇室 我跟你說 很多人都說他想認識小編哥哥 我們有一個零滴零朋友說 我想認識小編哥哥 還有一位叫做 周文婷小姐的 她說要求認識小編哥哥 哥哥你活啦 哥哥 好 你看就打亂了 我們剛剛講到節目了 回來可以不要再看小編嗎 好不要看小編 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 等一下再看他 剛剛講了夜皇素 Omega3 維生素A 接下來有一個 應該大家都很常看到這個 叫做抗氧化劑 但抗氧化劑 你可以看到後面 他講的其實不是單一的食物 其實有很多種 像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滑青素啊 維生素C啊 或是維生素E 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劑 沒錯 對 那首先我就要講一下 花青素 大家知道什麼東西裡面有 滑青素嗎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陌生一點點 可能女生比較知道 對啊 女生應該會注意吧 欸 花青素 花青素 聽起來也還蠻漂亮的 還蠻漂亮 用力量來決定自己 要不要認識這個東西嗎 這個應該很多人喜歡吃吧 像我就很喜歡 像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對 它這超愛藍莓 藍莓 好喜歡吃藍莓 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很健康的 發育良好的切 漂亮的切子 像這種紫藍色的東西啊 或者是黑莓啊 都是不錯的花青素來源 那花青素 它其實也是很強的抗氧化劑 沒錯 那另外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 柿子質增生 那柿子質呢 柿子質 來給我唸一次 柿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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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有什麼資格 教台灣人中文 繞口令 柿子質 它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的 眼睛感光 就是維持我們視力清晰啦 所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護眼營養素喔 嗯哼 好 好 那我們講到花青素了嘛 下一個 就是大家一定很常聽到的 就是抗氧化劑超有名的 就是維生素C嘛 那其實大家知道維生素C 對於眼睛有什麼幫助嗎 它其實是可以 就是防止我們 視網 視網 你看我們今天都在卡詞 視網膜 對 會防止我們視網膜 被紫外線傷害 或者是 防止那個 我們水晶體的退化 而且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其實可以 增強我們眼睛裡面 那種細小血管的韌性 而且可以幫助修補那個 細胞 所以它這樣子其實是可以幫助 增進那個眼睛的健康的 對啊 那維生素C的食物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應該很常聽見就是這個 像芭樂 芭樂其實就是 維生素C很高的一個水果 然後像是 柑橘類 柑橘類啊 奇異果啊 跟草莓啊 這種 還有甜椒 都是維生素C含量很高的 水果跟蔬菜 沒錯 那除了維生素C以外 大家還有另外很常聽到抗氧化劑 應該就是維生素E了吧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 其實就是這個 堅果 很多人都喜歡吃的堅果 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劑來源 來 對對 結果 好 既然你拿到這 我吃一個好不好 好啊 可以吃 我的節目做好了嗎 我的節目做好了嗎 我覺得好好吃喔 那可以吃一個啊 沒關係啦 那感覺很像我彈吃 不會啦 當然我可以吃藍莓 我等一下換你講的時候 我吃藍莓好了 好好吃喔 所以其實 因為維生素E 大家也不陌生 那就簡短介紹 來下一個 這邊這邊 新 新下一個 我們前面講了四大類的嘛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個 新 不好意思我還在教我的信任 好 不好意思 我叫他被被罵 好 那新通常我們在說 新在眼睛扮演什麼角色呢 其實應該這麼說好了 其實缺乏新的時候 它會影響我們整個維生素A的運轉 是說運轉 對運轉 然後呢 其實維生素A的運轉 減少之後 就表示維生素A的合成減少嘛 那維生素A減少的話 那表示我們 視網膜的四指值 四指值 四指值 對 那個合成也減少 所以進而其實就會影響我們晚上 就是按視力的能力 沒錯 不要嚇了各位 然後新當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抗氧化 抗氧化的能力也非常強 所以它其實對眼睛的保養啊 或者是對於維持眼睛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什麼東西還有信大家知道嗎 我還在講 這個應該比較稍微陌生一點 可能稍微少聽到一點 那其實這些食物大家平常都吃得到 就是富含高蛋白質的食物 比如說像是牛肉啊 豬肉啊 或者是顴骨類 牡蠣這些其實都是補錯成新的來源 可是有一點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需要補充新的話 注意就不要同時跟牛奶一起喝 因為牛奶它有可能會影響新的消化石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那接下來講到C 這個又是一個比較不常見的營養素 對啦我覺得應該很 比較少人聽過這個 對啊 但是不過C其實也蠻重要的 因為它在我們的視網膜啊 或者是鴻膜的含量其實都不低 那也是可以維持我們的視覺啊 跟影像呈現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那也有研究顯示說 就是C它對於我們眼睛疲勞 可能會有一些作用這樣子 那大家知道有什麼東西還有C嗎 C 我看我們這桌上有沒有 好 像是動物性來源的話有 這裡沒有欸 肝臟 肝臟 肝臟啊瘦肉或者海產類 像那個蛤蜊也是 它都是蜥蜜的 就動物性來源還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 我看那個蛤蜊塗沙有沒有 它已經塗完現在已經有點乾 有點乾 它是 我們要加點水給它 你知道一點生命力 我們要加煮宵夜 時間 可以啊東西很多 又有鮭魚又有蛤蜊 又有菜又有蛋 還有鉗子 不行 大家別吃宵夜好不好 這個時間點 快十點了 忍一忍 好不好 好明天早上再吃打餐 欸我還沒講完 你有沒有打斷我 對不起 就是 我對不起 好那就是肝臟嘛 我剛剛有提到肝臟 瘦肉跟海產類 那如果不想吃這種動物性的食物的話 那你可以從像 河果類啊 群骨類啊 還有 我們的 有點遠 南瓜 南瓜 對也含有很多的蜥醬 大家都可以從這些食物中下手 來補充我們的蜥 我看到我們的鈴滴鈴同學說 拜託選它選它選它 他要說 他要幹嘛 這些營養素要吃多少才夠啊 營養素要吃夠 其實像大家還蠻關注葉黃素這個東西 會說我葉黃素大家吃多少才足夠 那其實我們現在並沒有明確的指出 說你每天一定要吃多少葉黃素 但其實我們只要 像我們一天不是會說 最好可以吃三到四份的蔬菜嗎 其實你只要把兩份選 選成是我們葉黃素含量比較高 比如說菠菜啊 豌豆啊 地瓜葉這種 其實每天就足夠了 然後另外像其他這些護眼營養素 也是一樣 跟我們的衛福部說 每日飲食指南 你只要均衡的吃 比如說兩到三份的水果啊 三到四份的蔬菜啊 就差不多了嘛 全部跟精類油脂 你都均衡攝取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擔心 你這些護眼營養素不夠囉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看到一個很可愛的 廖小瑞網友 他問我營養師是哪裡人 你是哪裡人 我是台南出生的台北人 那我是馬來西亞出生的馬來西亞人 對之前有人蠻常問我這個問題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我有一點口音耶 是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你還好 你們覺得我有口音嗎 說實話沒關係 我心臟 有 我們的導演說有 好啦 我承認 好吧那我就是 我就是有口音啊 又是馬來西亞人啊 我看到我們在 網友陳玉美說 你南瓜超好的 是大家都超想要這個 大家都想要南瓜耶 還是你們真的想要南瓜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是 公司討論過後 我決定OK 我們就送出南瓜 OK 我覺得要記可能有點困難 你可能要來公司嘛 OK 這樣OK了嗎 我看一下 那小編是哪裡人 大家都對小編很好奇耶 怎麼辦呢 小編你哪裡人 那你自己回答 是家裡人 南部人 南部人嗎 我發現好多人答對我 又馬來西亞人耶 不錯喔 大家平常 謝謝大家有在關心我 我就可能過得很好喔 是嗎 是嗎 所以表示大家也每次都有 鎖定我們的直播對不對 棒 開手 不錯不錯 好 應該要給大家 沒有我剛剛 我剛剛就看到 看到有 有一個蔡依廷同學 她說所以心和牛奶要分開吃 對心和牛奶可能要 好 如果你真的要補充心的話 最好要分開吃 就是餐後 大家得半個小時以後 人家喝牛奶會比較好喔 好 南瓜跟茄子都超巨大 南瓜南瓜 台灣的蔬果真的都長得好 真的 又很好吃又很甜 我覺得很好吃 台灣的蔬果類 我都非常愛 我也是 好啦不行 我們現在聊太遠有沒有回來 對 我們剛剛 其實我們到剛剛為止 都還在講第一個危機耶 對 我們現在最好要進入第二個危機囉 沒錯 第二個危機是什麼呢 好 就是上班超時 心好累 眼睛更累 沒錯 因為像現在 上班族啊 超時啊 加班 其實已經像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很日常的事情嘛 那像我們平常其實不管是 像我們現在在工作的時候也是在滑平板嘛 對啊 所以其實眼睛會覺得疲勞啊 會酸色其實是不意外的 是很正常的 而且再加上不管是 像上班族 學生 家庭主婦等 人人都是低頭族 然後大家 都是邊走邊滑手機 一時看近 一時又看遠 其實你眼睛 就是單單只是為了 調節這個焦距而已 它就其實已經好累了 對啊 其實這樣久而久之 會變成眼睛會 越來越有負擔 所以現在又講到挑選鏡片 可能大家市面上應該 就是有滿多那種多焦鏡片嘛 因為像我爸爸還有我媽媽 都有帶那種多焦鏡片 你可能看比較稍微上面一點 它可以的地方就可以 看魚也很清晰 看鏡也很清楚 就會減少你眼睛的負荷 幫你調節焦距 沒錯啊 那另外像我個人的話 可能我用電腦 用每一個小時啊 我就會起來走一走啊 然後讓眼睛休息一下 或者是按壓眼眶 按壓眼眶做一些小小親吻按摩 就輕輕的啦 輕輕的按一按 對啊 可是大家要注意 因為很多 應該說不少人啊 它在按的時候 會按太壓力 我覺得喔 就鬆快耶 就是按得很用力 但是這樣子的話 或者是按到眼球 都可能會造成你的 視網膜玻璃啊 或者是造成一些水晶體的壓迫 大家要多多注意 沒錯 那像我發現還有一個情況是 我聽過有個朋友跟我說 因為他喜歡暖暖包 不是熱熱的嗎 他就想說他拿來敷眼睛 涼片這樣敷著 然後敷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我聽到的當下是嚇到的耶 因為暖暖包本身它的溫度算滿高的 因為它至少會高過40度嘛 然後至少可能會到六七十度左右 那其實你這樣子長時間的 這樣子敷的話 其實會造成輕微的燙傷 低溫燙傷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建議這樣子使用 當然熱膚對眼睛還是有好處 是因為它其實可以促進我們眼周的血液循環啊 可以舒緩我們眼睛的疲勞啊這種 但是建議還是可以提醒大家 你真的要熱膚的話 大概就熱膚5到10分鐘 而且溫度一定要維持在40度左右就好 記得是40度左右就好 所以可能用熱毛巾吧 對 熱毛巾之類的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調節溫度 你盡量不要太久喔 5到10分鐘真的就差不多了 會有點像慢火煮 小火煮輕鬆啊那種感覺 對 我其實真的嚇到 我小說龍老爸真的好燙喔 這樣子不行 對 我們小編剛剛提醒 他在遠方一直招手說 要記得大家分享直播喔 分享直播大家會奉小禮物給大家 對啦 我們中間在提醒大家 因為今天小禮物真的好多 對 5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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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沒有各位 今天小編桌上就有 成山成谷的那個手機支架 他說他都看不到他的電腦了 因為都這樣 對啊 40度要用溫度計測一下 也沒有這種嚴重 但是你摸的時候不要感覺燙 不要燙手就好 以不燙手為基準 我發現難過又被cue到 因為Alex Wong說 我要那顆難過 你要那顆難過 要記得馬來西亞 好像真的有點難 它好重喔 超重 非常 對啊 跟嬰兒一樣 對 那大家如果 好 我再次跟大家說一次 如果您本身 真的很想要這顆難過的話 請歡迎留言或者在 然後分享 對 在私訊給我們小編說 你真的非常想要這顆南瓜 對 我們看在你的誠意上 我們會請公司 就是送給你們 好不好 那只有一顆喔 對 好 回來回來 好 那剛剛講到要熱敷眼睛 對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前一陣子好像有流行過的是那個 護眼 按摩眼罩 按摩型的眼罩 就是它也是放在眼中 然後幫你按壓 沒錯 但這個使用起來也是要注意 就是說使用時間也不要過長 那注意也是按壓在眼眶 不要壓到眼球 那你每個禮拜可能不要天天用 兩三天用一次就好 那另外如果你最近還有動一些眼睛雷射啊 或手術 或者是你是高度近視 就是有剛剛講到那三個 白內障 角膜炎等等 眼睛疾病的人 使用之前都要先詢問眼科 醫師會比較好喔 沒錯 那目前為止就是我們第二個危機嘛 就是在講說 我們眼部的一個疲勞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 要注意哪些小動作或想行為 那我們現在講第三個危機就是 戶外趴趴灶 紫外線曬傷眼睛 那講到這個其實就像 台灣的夏天其實太陽真的很猛烈 雖然我覺得馬來西亞沒那麼熱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夏天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今天走在外面去吃個午餐 我就覺得我快被融化了 那個汗就一走去就開始 對吧 你也有認同吧 超熱 然後那個紫外線 而且陽光也很刺眼 對 那光線其實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傷害 其實我剛有提過 大家應該還記得吧 這裡 就這個 我剛剛說它會造成 白內障嘛 角膜炎啊 跟黃斑部病變 這些眼部疾病 那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可以挑選一個 像是可以抗UV鏡片的眼鏡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啊 那除了抗UV以外 像現在市面上不是熱很多 就是很好看啊 非常有造型感的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但其實大家要注意 因為有一些太便宜的 它可能只是把它染色而已 那染色其實 不太能過濾到UV 然後也不能遮偏光 那要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選擇鏡片的時候 除了太陽眼鏡 除了要選擇一些抗UV 也可以選擇這種 有偏光膜 讓你可以檔掉 檔掉一些反射光的鏡片 那什麼情況會有反射光啊 比如說像是 我們開車啊 就是會接受到搶光 或者是我們說去 這裡 來 我們也有小板板 就是像滑雪 小心小心 水上活動 夏天就要去海邊 水上活動 對 你會覺得光反射很重 那或者是滑雪啊 像我們的攝影師 全心現實就跑去滑雪 它超爽的 我羨慕喔 超級羨慕 那個時候是不是也覺得 陽光很刺眼 有嗎 你有覺得嗎 請問 有嗎 就是有還是沒有 應該是有吧 好啦 因為我覺得它回來真的好黑喔 我是不是太直接啊 哈哈哈哈 有變黑有變黑 對啊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需要 有偏光效果的鏡片 沒錯 好 OK 那 那除了我們要選擇 剛剛我們有講 選擇對的鏡片嘛 那我們還 當然是不免書 還要來講一下 要靠吃 要怎麼來可以防曬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吃能防曬嗎 但我只是 應該可以吧 既然你都問了 既然你都問了 好 那我只是 我現在是著重在講 眼睛防曬這件事情 那當然首當起要 當然是要介紹我們 赫赫有名的 葉黃素 但 就是我們就是 平常一直說 葉黃素是護眼的營養素嘛 那就是因為它 可以過濾藍光 然後減少 藍光對我們眼睛的傷害 所以因此它其實也有一個叫做 吃的太陽眼鏡的一個稱號 那就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它可以連同那個 同樣是 類胡蘿蔔素的玉米黃素呢 一起共同合作 然後把這個藍光都吸收掉 然後減少我們視覺細胞的傷害呢 然後達到 預防眼疾啊 眼睛保養啊 或者維持眼睛健康的一個功效 那大家可以這樣子 就看說你們要怎麼 靠這種飲食上來補充 對啊 達到這種不管是防曬 或者抗藍光這個 的效果 那我看到我們網友 烏米 他說墨鏡就等於偏光鏡片嗎 其實不一定啦 像剛剛我們說 你可能要挑選這種 裡面有偏光膜的鏡片 它才可以有 阻擋我們反射光的效果 那這個的話 你在購買太陽眼鏡或眼鏡的時候 就可以詢問我們的眼科診所 或者是眼鏡行 都可以跟它確認你買的 有沒有偏光效果 就是可以抵抗一些強光 對 我記得 我剛剛有看到一題 但不知道它是不是被流掉 反正就是 如果你平常想吃一個 滿滿有很多 葉黃素食物的料理的話 我可以推薦大家一個 我其實平常也很愛做的 就是拿菠菜去焗烤那個蛋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準備洋蔥 番茄啊 然後剛剛我們講菠菜嘛 然後就是你這樣子先去 給它拌炒一下 那它熱了之後 你就用那個 鹽跟黑胡椒去稍微調味 再倒入我們倒好的蛋液 去焗個 10到15分鐘出來 叮 就很好吃了 這就是一道 滿滿 對 滿滿葉黃素的料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點 對啊 這道還不錯 這個我很喜歡吃 像剛剛有看到 還有人問什麼嗎 菜廳同學說 菜廳同學說 之後文商可以分享大南瓜菜單嗎 大南瓜菜單嗎 好啊 我們之後 我覺得南瓜今天是主角耶 真的 有菜單嗎 其實像我們華人健康網文章 也有很多護眼菜單 大家可以上去參考一下喔 真的滿多的 像剛剛講的 滿滿有胡蘿蔔素葉黃素的 菠菜烤蛋 對 菊烤蛋 他們也有喔 對 沒錯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 我個人是覺得滿好吃的 對啊 我還滿喜歡的 我看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看 可以多問問 然後我們就是 可以趁這個時候回答大家 我看一下喔 好的 看看 還是說 現在看看 現在時間是幾點 在幾點各位 你們是不是想睡覺了 好吧 求護眼食譜 Top10 食道食譜 好 我們努力把它選出來 妳說寫成文章嗎 沒錯 文章的話可以 大家稍等我們一下下 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對 OK 我再看看 各位 其實我滑不到我的問題 也有些 南瓜煮豆漿可以甜甜吃 我看到一個說 其實各種食物都要均衡一下 就不一定你每天都要吃 偶爾吃一下 各種都是最好唷 對 就均衡飲食了 不要說特別說 我只想吃什麼 然後我就狂吃那個東西 其實不太 講到這個 跟大家講一下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維生素A 但其實大家有聽過說 維生素A吃過量的話 其實還是會造成中毒 就是像是 應該這麼說 會發生維生素A中毒這個東西 其實主要是發生在 像我們所說的 飾網群 飾網醇 飾網酸這種 存在於動物性食物裡面的維生素A 那基本上 像是在植物性食物的Beta胡蘿蔔素 它比較不太會有那種過量中毒的問題 那維生素A它中毒的症狀 其實不可以說中毒 那維生素A 攝取過量的症狀 可能會比較像是 食慾不振啊 噁心嘔吐腹瀉這種 那一定要提醒 像是在第一孕期的媽媽們 你們只要 不小心攝取過量的維生素A 其實會 就是提高胎兒畸形的機率 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你們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維生素A過量 我想想看 我記得還是會造成肝臟異常啊 肝臟腫大 而且還會造成 那個我們的骨礦物質流失 造成我們的骨質比較疏鬆 然後容易骨折 這個是一個 需要大家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不要說 我今天就想補充很多維生素A 我就狂吃魚肝油 每天狂吃 就覺得我最近眼睛不好 我就吃了 明明上面只是跟你說吃一顆 那你那天吃了三顆 這樣對嗎 過有不幾都不好 對 而且像講到維生素A過量 我之前就有朋友問過我說 維生素A 因為像那種橘黃色的東西一直吃 是不是你皮膚就會變紅 那其實當然如果說你 如果說你像內胡蘿蔔酥 它其實有天然的橘黃色的色素在裡面 對 它本身天然的色素 如果你每天都喝胡蘿蔔汁的話 那有可能你的皮膚 是有可能會變黃黃的 可是不用太擔心 因為只要你停止這樣子 每天過量的行為的話 過一個月半個月之後 它其實就會自然代謝掉了 所以任何食物都過有不足 不好 好 看看我的時間 好 時間是否差不多了 那再跟大家講一次 你們只要 今天把我們這個直播分享出去的話 我們會送你好康小禮物 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我們也有在提到的嘛 就是那個手機的 支架 支架 手機支架 那大家快點多多分享 有分享就有得到一個囉 不要懷疑 我們會送出一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裡囉 很開心 跟大家聊得那麼開心 那南瓜你真的很想要的話 記得留言 在下面留言 沒錯 你跟我們小編講 好不好 好 小編 跟大家說 拜拜 好吧 那我們要回家睡覺了 各位 要把握好眼睛喔 對 不要再滑手機囉 拜拜 晚安